以前都说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有三类人 但现在就是男人女人和创业者 为什么都把创业者单独归为一类人了呢 因为创业者太不容易了 创业者等于superman和superwoman 什么都能想什么都能干 很多很多人讲 创业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但是创业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收获和幸福 和让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那种超越感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马上开始正好是我创业的五个年头 最开始做我自己的企业的时候 也是我一个人带着四个人开始做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是三家在不同领域里面的企业 那么到今年年底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一个亿的Ravenue 现在正好是第三季度比较关键的时候 我们也正在为那个目标冲刺 所以创业者有很多的喜怒哀乐 可以跟大家去探讨 其实在创业最初期 我曾经也是有一份 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很好的一份工作 当我辞去那份工作 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甚至跟家里人都没有讲 大概在两个多月以后 被我父亲发现了 他就问我那你要干嘛呢 我说其实我就想用你这个房子 注册一间公司 他说可以 这一天我要请工商的人到家里 他要去考察你的办公地址 我说我要请你们出去 他们就带着我的孩子什么就都出去了 然后在家里头大动干戈 弄成一个办公的样子 然后把工商的人接了 现场一看 看着还是挺正规的 然后就送回去了 所以就从那开始 我们真正的迈出了这一步 从迈出那一步 其实到现在为止这种恐惧的心态 基本上天天都有 现在因为我们有企业了 我们企业大了 你有各种担心 经销商不跟你合作了怎么办 销售不出去怎么办 员工不给力怎么办 副总走了怎么办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创业者 其实他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需要让你去解决 去思考 创业者所面临的困难 比如说no branding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品牌 然后我个人对市场的预期 这个expectation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对市场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挺容易的 我以前在公司就这么做 这客户就是属于我的 我离开公司以后自己创业了 我再继续跟这个客户做 依旧能够跟我一起做 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会发现 你在原来企业当中 那个大的品牌下头 它的确跟你做 当你离开那个品牌以后 它所有的条件变得苛刻了 因为你不再是代表那个公司的 你是代表你自己新成立的 这样的一家小的公司 所以面对客户的刁难 我们说客户都是非常tough 尤其很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 它是2B的 不是2C的 那2B的时候最大的问题 你是人家的vander 别人对vander进行管理的时候 那手段相当残忍 所以那我们面对员工的不认可 尤其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员工更是这样 你招人他嫌你公司小 你会面临到很多来自于员工的挑战 原来都是好哥们 自从他给你打工了以后 你们俩就没像以前那么好了 哥们也开始觉得你不够意思 你都当老板了 你应该多给我点工资 多给我点钱 岂不知老板都也比脸干净 然后是你团队的不给力 你觉得我都是高价请的 还请了猎头公司来帮我们找一个销售副总 牛人掏了七八万的猎头费用 找了这人 你会发现他是传说中的牛人 但是到了你的企业以后 他就做不出来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是他要价还是那么高 你给他的cota他可以不完成 但是你给他的工资和奖金一分钱不能少 所以这是面对团队 并且各种压力下股东开始起纷争 原来股东哥几个都挺好的 但是合伙创业了 就发现股东意见不一致了 有的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引投资 有的说我们自己先要赚的revenue 起码在break even以后 咱们再吸引投资 有的希望能够越快见着钱越好 有的说咱们放长线掉大鱼 所以各种股东之间的矛盾 也会逐渐的浮出水面 面对投资人没投资钱 我跟你说的都特别好 我们除了钱以外 我们还可以给各种人脉 各种资源 各种指导 给你团队组建 但当这个term sheet签完以后 你会发现各种东西全没了 有的就只是那个钱 然后不停的review 原来是cautally review 每季度review 后来变成每月review review的时候 股东还不来公司review 得你拎着包去投资人办公室 去review你做的怎么样 还有另外就是最直接的实际上 就是面临资金的压力 这10号发工资 9号钱还没着落呢 怎么给大家发工资 社保一少发一点 大家就一指诉状 直接告上法庭 劳动仲裁就开始了 创业的时候 这些困难全都有 但是这些困难 实际上都是能够被我们解决的 它虽然是困难 大家在真正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 想到我们会遇到这么多困难 但它都不是难倒我们最大的绊脚石 那最大的绊脚石实际上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 企业的未来在哪里 你面试任何一个人 人家都会问 你企业打算做成什么样呢 未来是什么呢 你对企业5年10年的规划是什么呢 你反过头来问他 他可能没有对个人的5年 3年5年的规划 但他一定要听到企业有5年10年的规划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作为一个创业者 你怎么就从创业那一天开始 各几个正为下顿饭吃什么着急的时候 就能想出企业未来在哪里呢 当我想不明白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些情绪我去哪排解 发泄呢 另外一个就是创业者是员工眼中的神 没有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所有的问题你必须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解决掉 我记得10年开始我们在成立我们上海的分公司的时候 当时也是请一下招聘公司帮我们在当地招聘了一位总经理 那他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帮我们公司在当地组建团队 招募人才 然后办理各种资质注册公司等等一系列的手续 也包括公司选址 他选在了叫曹和津的一个地方 开发区 双子座大厦 楼的确挺漂亮 但是我对上海那个地理位置我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当时选了以后就说 我们在这300平米的一个写字楼 每平米差不多6块多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租 我就去看了 看完了以后他告诉我说打了很多的折 我特别appreciate他的帮助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新来的一个高管 为公司真的是尽心尽力 他负责去招聘 然后他负责去注册公司 大概他是2月底入职的 到7月份为止 我们的团队的组件只有租了office 我们那office里边能坐35个人 就坐了5个人 剩下的其他的地方全都是空着的 设备配备装修全都弄得非常好 到7月份我们开始review我们这个office的进展 他就说我们现在的确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在大概一周以后跟公司就提出辞职了 然后我们就探讨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他说我觉得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工作地点比较远 我们现在在这没有品牌 我说地点远选址是你选的 那么我们没有品牌 是你进来之前就是这样的 我们双方谈的是会把公司的10%的revenue 作为他年终的一个奖金给到他 到最后说离开公司 然后跟公司就开始讲条件 四个月的确你是完成了一个季度 但是这个季度我们没有开展业务 那就没有奖金 但是他不同意 然后接下来就一纸诉状 就把我们告到了仲裁 然后另外一个就向工商就举报了公司 说公司没有注册完成 他起诉公司没有劳动合同 是因为劳动合同公司盖了张邮寄给了他个人 他个人把劳动合同收起来 然后反过头来跟公司讲说 没有跟他签署劳动合同 就在那一笔纠纷里头 我们个人赔偿 加上这个工商对我们的这个罚款 公司拿出去15万 15万当时够我们这些人 差不多发将近三个月的工资 就是这样的这种困难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所有都看我 出庭要我去 和解让我去 然后这个工商罚款 这得需要我去解决 所以所有的这些 一下就到我这来了 你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这些所有同事的主心骨 是他们的神 其实我自己也心里打鼓 我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这样 作为创业者 被一步一步逼着成长的 其实就是 第三个就是家人和朋友的期望 家里头你家里要生活呀 孩子要上学呀 家里基本上生活要保障 那对于家人是不是支持和认可 我的家人也会讲 不做这份事业 我们人日子很好的 我们每年出去度度假 就像很多白领儿干的那些事实际上是一样的 08年创业到现在 我没有一次阴私出去度假过 出去玩过 五年的时间 在以前我们都是一年两回 到现在家人也会抱怨 我们的生活品质下降了很多 所以你如何去balance他们的这种期望 更多时候 其实我们作为创业者 你还有很大的内疚感 说我没有能够让孩子们 或让父母 让先生他们能够像以前一样 或者像别人一样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家庭欢聚的时间 另外一个 每天都困扰我们的 其实就是恐惧 每个人都会有 每时每刻 其实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伴随着你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你对人性产生了怀疑 在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相信人性本善的 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很困惑 到底人性本善吗 我们成都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小女孩 大概也是09年开始跟着我一起工作 到后来从外地到北京来打工 那是她第一次到北京 我们开始教她 培养她 对她非常的重视 真的从穿着打扮 从文明礼貌交起 到11年 把她派到成都办公室 来负责我们成都团队 当时是我们成都 是26个人的一个团队 但是这个年轻同事呢 到那儿以后 她作为总经理 她管理是相当的严厉 对下属的体虚不够 以至于12年的7月21号 我们成都26号人 约定在7月13号那天 集体辞职 当然这里头有一两位同事 我觉得还是我们平时交流 沟通是比较多的 告诉我说 我可能不想那个时候再告诉你 我要提前跟你讲 我想离开 然后我们把她请到了北京 就是三劝 五劝 反复劝 把她劝到北京 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 最后她讲了说 由于对这个人 她代表我 代表公司 对团队进行管理 对这种管理不满意 所以大家要离职 并且这种离职是故意 就是给她 做给她看的这种离职 那对于公司来讲 那将损失整个成都分公司 当时她来北京以后 我们知道了解了这个情况 然后一块回到成都 每一个人去劝说 去做工作 去问具体的问题 其实问题都非常小 心存不满 最后导致整个一个公司 全员差点流失 所以有的时候 你没有这种心智管理 情绪管理 你没法再面对同事 投入工作 那是在你的 另外一个分公司出的事 你每天要面对的 这一波的同事 这一波的同事里头 大家还说 听说了吗 那个什么什么事 你看这公司怎么解决 所以这就是创业者 每天都要去面对的 自己创业了以后 我才觉得特别理解 我们以前的老板 就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们耻笑的老爷爷 就是觉得他很笨的 什么都看不明白 看不清楚 这个处理问题 都不是那么的sharp 像我们有问题 第一时间就要解决他 特别激进 要往前冲 但是他总是等一等 缓一缓 我们稍微平复平复 不要那么着急 那个时候不理解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这些 其实是作为我们 创业者来讲 就是无时无刻 我们去克服和思考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